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3年12月17日 周日晚上 英朝第17轮有三场好戏同时上演 其中阿仙奴坐镇球长球场迎战百里顿 尽管枪手上轮在与阿士东维拉的榜首大战遗憾告负 但球队经济一路以来发挥稳健 两条最看重的战线皆保持可观成绩 相比之下 海鸥智荣厚度不足 近两个多月时间的联赛表现急剧下滑 此消比长 当然看好实力更降坚且拥有主场之力的阿仙奴重返胜轨 本赛季阿仙奴的续航性大家有目共睹 目前在英超以十一胜三和二负雄距积分榜前三 随着苦主慢城前一段时间 争胜利明显倒退 枪手联赛争贯前景趋向光明 这要多亏让观众感受到自身实力取得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最直观可见就是防守质量升级 阿仙奴现在联赛失球数字与利物浦并列最少 而上赛季收官时还未到达在顶流档次 今下购入的一元全能型中场迪格兰赖斯可谓误超所值 中后卫加比尔马加西斯搭档威廉沙列巴 也被广泛认为是赛季至今发挥最稳健的英超防线组合 稳妥的中后场配置当然要结合优秀攻击组合才能保持出众竞争力 枪手这方面没有让人失望 布卡约沙卡加比尔马田利尼加比尔吉西斯等人联手 总能让球队彰显多点开花的属性 就连饱受诟病的卡尔夏维斯近期也频频入球 证明自己绝非水货 一句到尾 枪手各方面正朝着积极方向前进 上赛季的白里顿能以极其草根身价取得联赛第六的成绩实在令人意外 当中涌现出三山勋 一云费格逊这样让人惊喜的前场攻击手 经济开局 黑马本色挥之不尽 前六轮赢下五场之多 连曼联 牛卡素这两支上级排名前四的一流球队都被他们斩落马下 原本以为海欧经济会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不过众所周知 他们阵容休赛期被挖角不少主力 另一方向补强力度不足 加上过分投入 难得有份参加的欧战 欧洲联 随着赛季深入 各种隐患难免暴露 自九月底1比6惨败维拉以来 白里顿继十轮英超 只有二胜五和三负 手下败将 只是诺定贤森林和宾福特这类属于联赛中下游水平的球队 重点要关注 期间面对如今 排名前四的另外三队 维拉 利物浦 曼城 路德义和阿尔夫的劣迹 三场比赛失掉十球之多 这对于此班出征伦敦的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也许有人会担心 阿仙奴上赛季两次主场与白里顿交手悉数落败 分别是英联杯输一比三和联赛次循环输零比三 另外前季的次循环在主场也遭遇一比二败账 可以放心的是枪手金记联赛主场取得六胜二和未输过 除了一比零小胜曼城的比赛 其他七场入球均至少二个进攻火力有保证 更有利的是 阿仙奴州中在欧冠连提前锁定分组投名出现的前提下 采取大面积 换 部分主力球员只不过后备出场已保持比赛状态 而白里顿则在欧洲联清朝而出 最终小胜马赛才赢得直接晋级淘汰赛的资格 两者所参加比赛档次不同 各自付出却也形成鲜明反差 足以反映枪手阵容厚度远胜海鸥 备战工作也做得更充分 还有对客队来讲不利的是 包括后卫佩维斯艾斯杜宾兰 前锋阻力奥安斯素 他们二人上次做客球场球场 都取得过路球 在内多名球员 因伤高挂免战牌 枪手方面 后卫富安建阳 中场汤马士博迪等人正在养伤 幸好球队阵容厚度还足够扛起这些压力 对比赛表现影响不大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赛事 竟在M直播